大家好,我是阿影 龍珠超超級英雄在全球已經耗奪了 8,900 萬美金的票房 龍珠已經由我們小時候的深夜打架動畫 變成全球的大品牌 各位粉絲放心 這套電影裡面有不少粉絲服務 包括有不同人物的出場 甚至有字幕完結之後的片尾片段 這段片尾我可以說是龍珠1984年11月20日開始 最最最重要的一個片段 但是講到龍珠的故事方面 我個人感覺到鳥三明一直想扭轉龍珠的劇情走向 但是現實世界和觀眾們的喜好 令到這個扭轉無法止成真 這套劇場版剛剛好體現到這種想扭轉 但是扭不到的現實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頻道 我們在頻道主要是做一些影視評論 每個星期二、四、六出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 每一個訂閱都是我們製作影片的動力 更可以按下這個按鈕請我們看電影 感謝你們的支持 龍珠超超級英雄 相信大家看預告時都看到了 今次不是吳空和比達做主角 而是吳帆和魔童 而最後的大魔王居然是思路 這件事就是似曾相識 沒錯,正正是當年人做人編的安排 當年吳空因為想交棒給自己的兒子 最後被思路自爆殺死了 然後不犯因為人氣的問題 即使拼盡全力搞笑 裝了超人 都沒辦法繼承老豆的衣撥成為男主角 最後他老豆用不關事的尖聲婆婆 和解王神的生命 換了他回來人間 繼續永續地 超級殺人 一二三四五地變下去 而今次龍珠超超級英雄 和這段故事正好做了一個對照 顯示了了三明想不犯摺棒的決心 和這幾十年來摺棒沒有法子成真的不分 正如劇場版中不犯 他都好想做一個研究昆蟲的學者 但到頭來他都要變身 和出去和思路打一樣 再說下去就會有劇透的成份 甚至包括我剛才說 自龍珠1989年4月26號 比達出場以來最最最重要的片尾片段 如果你想親身入戲院感受這個片段 你可以遲些才回來看我這條片 讓我和你可以維奴 如果你不介意劇透的話 你可以繼續看下去 我會告訴你這套劇場版 實際上想說什麼 和最後為什麼它說不到 龍珠超級英雄一開場 龍珠超級英雄一開場 就要換醒我們這些老餅的記憶 因為人造人的始創勇者 基諾博士 AKA 人造人20號 原來他有個孫子 而且他們的集團 熊嶺根軍 即以製藥廠的名義一直存在 而且儲備了大量資金 準備再次征服世界 他的孫子Dr.Hedor 自小想建造一個人造人的英雄 藥廠的老闆 於是老作說 莊子和Z戰士是一個邪惡的組織 要滅絕人類 天真的Hedor 和虛假的理念一拍即合 打算做出人造人來消滅Z戰士 實現他自己的正義 而藥廠老闆想用人造人來征服世界 最後人造人造人造了兩個 分別是加馬一號和二號 二號想試試自己的實力 於是找魔童打了一場 魔童假裝打輸給他 再跟蹤他去到熊嶺根軍的基地 換衣服潛入之後 發現原來除了加馬一二號之外 他們還在重製Zero 叫做Zero Max 不過因為會失控 所以Dr.Hedor拒絕放他出來 然後藥廠老闆下令綁架吳飯的女兒 阿斑 日文即是麵包 或者還有些人是不知道的 其實龍珠改名是非常有性格的 吳空抄西遊記 吳飯直接是解白飯 魔童的日文 真是解短頂 比達是解蔬菜 甲骨樂是甘筍 破壞神是啤酒 阿斑叫麵包都很容易理解 憑著熊嶺根軍的實力 又怎可能綁架到有殺亡人血統的阿斑 實際上是潛伏的魔童 打算利用熊嶺根軍去演一場戲 令到一心研究昆蟲的吳飯 可以回來戰鬥 最後當然成功引到吳飯來到熊嶺根軍的基地 再和加馬一號大戰一場 同場加演魔童大戰加馬二號 打了一下加馬一二號突然發現 其實正義不是自己的那邊 等等 我看完整個故事 無論Headler也好 藥搶老闆也好 加馬一二號也好 其實都沒有真正做過壞事 錢全部都是靠賣藥賺回來 沒有偷騙拐騙 弄了這麼大的秘密基地 提供了這麼多工作機會 如果在香港 簡直可以拿大紙巾勳章 他們最多都是口說說征服世界 但甚麼都未開始做 只是做了一隻他們自己都控制不到的怪物 那就收了皮了 即使說要綁架小女孩 但到最後實行這次綁架的 其實都是魔童叔叔 所以在我的角度來說 他們真的完全不是奸角 即是說這個故事提起了一個戰爭的理由 一個永恆的問題 就是正義究竟是甚麼 Dotter Heddle 相信自己是正義 對方是邪惡 然後魔童又相信自己是正義 對方是邪惡 最後在加馬一號打打一下之間突然開竅 發現原來現實是這樣的 我不是正義 他們才是 這件事本身就不合理 加上浪費了這個故事 提出對正義的疑問這回事 如果經常有看我們的頻道 你會發現其實都不過是我經常提起的一件事 一個角色或者這麼說 一個人要轉變他的看法 需要是一些理由、一些經歷 你想想如果加馬是因為見到 紅領根軍的一些不堪行為 例如殺死小孩或者小動物 或者見到二寫戰士他們的英勇行為 之後才改變 這樣整件事就已經會圓滑很多 而實際上一些經歷得起風浪的好作品 往往即使他們遇到事件 亦都不會令到角色即刻轉變 他們會將能量儲起 到需要爆發的時候一次爆發出來 最近成績超好的港產電影 煩喜攻心就是這個例子 回到故事本身 之後他們和解 最後藥廠老闆釋放了Zero Max出來 吳凡、加馬1、2號、摩童、吳天、杜拉格斯 18號、無限 他們一起聯手跟他們打了幾個回合 最後將魔王Zero Max打敗 這種也是我最不喜歡的編排 突然之間憑空生一個終極魔王出來 大家打完就下班 最近One Piece劇場版也是同一個套路 但至少他還有些歌挺好聽 而龍珠來到這裡 就很明顯看到 午飯、吳天、杜拉格斯 甚至合體之後的吳天格斯都好 都沒辦法可以像上一代 吳空或彼達一樣撐得起龍珠這個國際品牌 無論原作者有多想交棒給下一代 但這個角色的魅力都不夠 甚至我可以這麼說 吳空和彼達融入了在大家的青春裡面 已經再分不開出來 到了下一代 他們已經很難贏到有歲月加持的上一代 最後出完字幕有一段片尾 是自龍珠1989年4月26日 彼達出場之後最最最重要的片段 其實之所以 吳空和彼達整段都沒有參加 是因為他們去了破壞神修煉 兩個人在修煉之間對戰 不知打了多久 打了很久 打到根皮力鐵的一刻 最後彼達一拳很慢地打向吳空的胸口 吳空沒有力 向後一跌然後說我輸了 薩亞人的王子 經過三十多年對格古諾的追趕之後 到了2022年的今日 終於令格古諾在他面前親口認輸 我想任何一個龍珠迷 見到這一幕都一定會眼濕濕 雖然後鏡頭補了一個 吳空一下語重心長的單眼 但我不管了 贏了就是贏了 根本是歷史榮光的一刻 薩亞人正史的新一頁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吳空和彼達在故事裡 其實融入了粉絲的青春 這就是剛才說的 吳飯、杜拉格斯、吳天、吳天格斯 他們這班第二代 永遠都很難接手 龍珠這個大品牌的原因 好,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這麼多 如果想接收多些類似的資訊 或者看多些我們的評論 麻煩幫忙CLS Comment、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是阿影,下次再見